- 嗨!大家好,說醫師哥哥又來了! - 嗨! 其實我們在這邊主要想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以一個有養寵物氏族的角度的觀點 然後來問受醫師他大概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跟建議 我會怕有其次說喝水這件事情 對貓啊對狗啊是不是都很重要? - 很重要!很重要! - 在貓咪的話喝水很重要 因為牠們其實很容易得到腎臟方面的問題 所以其實注意自己的貓咪喝的水夠不夠 其實是每個四組牠們需要去注意到的事情 - 那有什麼叫貓太愛喝水這種狀況? - 有啊!所以基本上不要太誇張 我們都會認為是好事 但有些太誇張的話,比方說 牠好像隨時看到牠都好像在喝水 或是說牠尿尿變得很多 那可能就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問題 - 比方說像是糖尿病 那講到像這種液體啊飲食啊喝水啊貓或狗 - 要吃所謂的乾飼料或食食 這件事情到底是要怎麼去做判斷? - 其實我覺得吃什麼都OK 那基本上你餵養什麼方便 那你的動物喜歡吃什麼 然後或者是說牠吃什麼東西很習慣了 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樣就好了 所以說除非今天假設我們健康檢查發現了一些問題 假設你的動物牠可能有一些腎臟方面的問題 牠可能需要很多的水分 但是牠偏偏又很不愛喝水 那我可能就會建議說 你可以使用濕食 或者是說自己製作鮮食 然後加一些水 甚至最簡單的 有些吃飼料然後加水 那動物如果會吃那也很好 一般來說我們會建議動物大概每年都要做一次身體健康檢查 那如果你今天是七歲以上的中老年動物的話 半年做一次也是可以的 因為牠們的平均年齡比我們人類實在短太多了 也就是說牠們的身體變化可能會在幾個月之內就完全不一樣 那我好奇是說像我自己家裡有養兩隻貓 哥哥跟妹妹的個性非常不一樣 妹妹幾乎都是完全很安靜 哥哥超愛叫 所以這種很愛叫的貓或狗 你會有什麼樣的建議 其實這個問題很常見 就是一般來說我們都會去建議主人 你要觀察一下你的動物 因為牠不會說話 牠不會叫 那牠是不是有所謂的需求 比方說牠想要上廁所 或是說牠餓了 或是說牠家裡哪個地方牠看不順眼 牠覺得你需要打掃 這些東西你都要去做觀察跟注意 那你把這些問題通通都排除之後 有的時候我們還是會遇到一些 主人告訴我們說 我覺得我做得很好 我也盡可能滿足牠的需求 但是牠還是會有一些異常的行為 異常的亂叫 或甚至是有一些攻擊性的狀況出現 我們就會認為這個問題 可能已經牽涉到動物行為學 那我所認識的就是有一群獸醫師 他們去國外學習的這方面相關知識 回來之後 他們致力於行為學這一塊 那如果你們有這方面的問題 或者是說需求的話 你們可以在臉書上面搜尋 會思考的狗 那除了狗之外 貓怎麼辦 會思考的狗 牠們也會看貓 那我們現在其實都會呼籲大家 所謂的領養代替購買這件事情 那我好奇是說 一般市主能不能去獸醫院領養動物 有的時候呢 我們會遇到 有的人把動物丟到獸醫院門口 那通常就是看 獸醫師怎麼樣去處理這件事情 如果想要照顧牠們的話 那可以來獸醫院看看 然後我們也會教你相關的知識 那當然還是希望大家想清楚了之後 再去飼養動物 因為有很多的狀況就是說 我今天養了一個動物 不管是狗還是貓 可能因為我自己的任何變化 而導致於說我沒有辦法 再繼續飼養下去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會有一些遺棄的狀況出現 那如果說我在路邊撿到的一些流浪動物的話 那我該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 一般來說我覺得你要先想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沒有這個能力去救援 如果你沒有辦法 那我的建議是你先打電話給動保住 那聯絡他們 他們會有專人來做處理 如果你有這個能力 然後你也覺得你跟這個動物很有緣 那你可以帶牠到動物醫院 請醫生幫忙做檢查 那如果有問題我們做治療 治療完了之後 你可以給牠一個牽牲的地方 那如果說你是在路上看到 剛出生的幼貓或幼狗 那網路上好像有說 不要碰牠 因為身上會有人的味道 這樣子如果把媽媽回來就會拋棄牠們 這是真的嗎 我覺得你可能要先觀察一下周遭的環境 今天這個小生命它被你發現 那也許他的媽媽在旁邊 躲起來 再看你在幹嘛 那如果今天你四處張望都沒有看到媽媽的話 那我覺得你想要幫助她 那你就直接把牠帶走 然後帶到動物醫院去做處理 那不然的話我覺得其實 有的時候你人離開了 牠們媽媽就回來了 牠就可以繼續照顧牠們小孩 那如果你在牠身上留下了一堆味道的話 這個動物可能會認為說 你對牠的小孩做什麼事情 牠可能會開始有一些懷疑 或者是說 可能會產生不照顧的狀況出現 牠跟狗很適合當寵物 那其實很多人也會把牠們當成 我們的家庭的一份子 所以會好好奇說 當我們今天面臨到生命的盡頭的時候 你會 有些人會支持安樂死 那有些人可能覺得說 我們就很順其自然的讓牠往下走 那以你的角度來講的話 你會給大家什麼樣的建議 其實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那我們先從理性的方面去思考好了 就是安樂死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隻動物牠已經沒有生活的品質 那牠的疾病可能沒有辦法被治癒 牠有非常多的條列是 你可能要一一去勾選 牠都符合 那牠才達到所謂安樂死的標準 那當然至於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取決在主人還有獸醫師之間的一個狀態 有的獸醫師他可能會願意做這件事 有的獸醫師他可能不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這跟個人的信仰有關係 那因為還有另外一種形態叫做安寧 那安寧跟安樂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所以安寧其實就是說 我們讓這隻動物牠的最後這一段日子 牠可以過得有生活品質 那如果可以吃飯 我們就讓牠吃飯 如果牠不想要吃飯 那我們就讓牠吃雞塊 所以你是說 讓牠最後那段生命過得極盡開心就對了 對,開心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如果可以讓動物還有主人 最後都可以有一個美好的回憶的話 不要有太多的痛苦 其實這件事情也很重要 那最後這邊其實我想要請問規規的是 因為你本身也有養寵物 那你又是個獸醫 那我想說以這樣子的雙重身份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要給我們鏡頭前面的這些四主們 跟牠們說大家要注意些什麼事情 動物不會說話 所以基本上我們需要很細心的去觀察牠們 那我們需要照顧牠們的安全 如果今天我們養狗狗 那我們帶狗出去遛狗的時候 建議大家要把狗鍊繫起來 如果讓狗狗亂跑的話 可能會造成一些安全上面的問題 再來是要定期的帶家裡的寵物去做健康檢查 那選擇自己喜歡的獸醫師 還有寵物也喜歡的獸醫師也是很重要的 好,那我們非常感謝規規 今天為我們帶來精彩的分享 掰掰 掰掰 拜拜 clinicia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